眼前的北极兔妈妈正在哺乳孩子 可下一秒 她却抛下孩子转头就跑 甚至紧张的她都忘记了自己原来是有四条腿的 原来就在她的身后 几匹恶狼正缓缓朝她走来 看见妈妈逃走 原地的幼崽们顿时不知所措 还好他们皮肤的颜色与地面相同 这才没那么容易被恶狼发现 不过狼群的嗅觉也不是吃素的 随着他们慢慢靠近 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小兔子们的踪迹 知道自己藏不了后 小兔子们赶紧四处逃窜 不过恶狼也聪明 找准医之后 快速地朝她追去 不过北极兔虽想 速度也没有妈妈那么快 但他们非常敏捷 一下就把北极狼远远甩在了身后 不过北极狼可没这么轻易就会放弃 除了本身的饥饿外 家里还有几个孩子正嗷嗷带子 如果自己都吃不饱 那还拿什么去喂养孩子呢 就这样北极兔在前面跑 北极狼在后面追 而幼崽终归是幼崽 没多久小北极兔就全部落入狼口 而这一幕恰巧全部被北极兔妈妈看在眼里 可还没等她来得及伤感 北极狼狼群迅速朝她袭来 看来年幼的北极兔根本满足不了狼群 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这只北极兔妈妈 然而成年北极兔虽然有一身雪白的皮毛容易被发现 但他们的速度极快 他们能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奔跑 这相当于脚下踩着一辆自行车 而狼群们也聪明 对于这家伙他们没有单独作战 而是对她展开了围谱 虽然面对着两头恶狼的围谱 但北极兔妈妈并没有丝毫慌张 就在她眼看就要被狼群抓住时 她一个急转弯 瞬间又把狼群甩在了身后 面对北极兔的挑衅 北极狼怒了 好歹自己也是一头狼 竟然被一只兔子戏耍 愤怒的她立马加速朝北极兔冲了上去 几次都差点咬到北极兔 但每次都被她侥幸抬走 兄弟们 你们觉得北极兔能不能逃出狼群的魔爪 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 感谢观看